Hello,来自全球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参加我们今天2020新富裕空中讲座 我叫Paula,现在位于美国德州达拉斯 那今天呢,我很荣幸地受邀当今天的主讲人 那我们来聊聊我们今天大家所关心的话题 过去的25年,我曾经帮老公一起经营他的牙医诊所 那么因为日子呢,过得也舒舒服服 所以也从来没有想过什么样的梦想 那个时候我认为啊,就是一辈子给老公养了 其实呢,但是我的心中其实一直没有安全感 心想老公如果发生什么状态,事故,或是没有办法工作 那我们将是守庭口庭 努力二三十年也不会有任何的持续性的收入 庆幸的是,在几年前,住在LA的二姐 跟我提到了一个全新的创业平台 二姐在加州房地产做得非常的成功 那二姐夫呢,也是一位商业律师跟会计师 再加上在达拉斯经营企业非常成功的大姐以及大姐夫 他们也对这个创业的项目非常的认同 所以让我觉得应该要打开思维来去多了解 由于互联网的发展与进步 现在创业的方式跟25年前和先生创业的时候有很大的差别 在我这三年多创业的过程中 不只激发了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潜力 并且找到了心中的满足感和安全感 现在变加了更有自信 现在的我已经不再只是一个亚裔太太而已 我先生现在叫我是网络新贵 因为目前我的生意已经遍布到全球30多个国家 其实我在这几年创业的过程中 我看到了两种人 第一,是跟着时代变迁改变 思想开放 愿意继续学习做调整的人 那另外一种人呢 是还在埋头苦干 只相信传统创业才叫创业 不想改变 固守旧方法 不愿意学习改变的人 那么今天呢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不一样的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 以及创业的方式 那么在我过去几年的经验呢 再加上呢这个疫情的发生 后我亲眼看见了我先生的传统行业 跟我自己过去几年所做的轻创业 让我更加深信 轻创业是唯一能走的路 现在2020年已经过去了十个月了 我相信在这个特殊的后疫情时代 很多人都想要找到答案 那么这个就是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 轻创业 那在我们聊轻创业之前呢 我们先来聊聊目前我们所面对的情况 2020年一开始呢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状疫情 让整个世界几乎都停摆了 那虽然地球照转 它却敲醒了我们很多人 这场疫情呢 就跟一个考官一样 考验着我们生命的核心力 那是什么呢 我们身体的免疫力 财务的免疫力 就是不出门也有收入的实力 那这当然还包括我们心灵的免疫力 面对突发的困境 我们是选择一蹶不振呢 还是在逆境中寻找转机呢 我想这场疫情对于很多传统事业 是一个重创 几乎所有的零售事业 包括航空业 旅游业 酒店业 娱乐业 餐饮业等等 都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 那么我们自己的牙医诊所呢 也因为政府的规定 出席了两个月 两个月 只能看急诊的病人 因此业绩 也大大的受了影响 到底有没有一个 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去参与追求 而且不受时空限制的生活方式呢 那么在和你们分享以前 我们先来聊聊创业 我们都知道打工不出头 所以要成功一定要创业 现在要创业 不可能走回头路了 去开门市店啦 或是投资一大笔的资金 现在的生意 如果还跟互联网没有关系的话 其实是很容易被淘汰的 所以我今天要来聊聊互联网上的新型创业 那么首先我们来聊聊传统创业 那传统创业我们都知道 需要一大笔的资金 而且需要一些专业或是创业的经验 承受大的风险 有时候还要承受很大的贷款 承受更大的压力 那么当然回报是没有保障的 有时候还会有损失 再来是不可控制的环境变化 我相信大家都跟我有一样的感受 这次的新冠状疫情 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 好多传统事业纷纷受到重创 航空业做错了什么 餐厅做错了什么 健身房做错了什么 我以前服务的一个健身房 在这边是一个很大的连锁店 已经是申请破产了 他们没有做错 他们很努力在他们行业上 本位上努力工作 但是一场疫情就是不可控制的 环境因素 一业之间他们过去 所有的投资都可能化为乌有 甚至背上了巨债 因为房租水电人事等等 还是要继续付 就好比我们的压抑诊所 也是属于传统创业 投资了一大笔的资金 并花了不少的心血 虽然最后有不错的收入 但是事业总是会有风险 老板必须自己全部承担 就如这次新疫情的发生 诊所刚刚几个月无法开门营业 但是还是必须负担所有的费用 以及开销 而且这是专业创业的例子 没有专业创业 专业的创业风险更是大 那我们来聊聊互联网上的创业 在疫情的发生呢 也证明了人们的衣食住行 娱乐大部分都可在网上解决 也加速了互联网上的商机 那能够看清楚大环境的改变的趋势 抓住商机就能顺势而行 能在开始时有较大的成功的机会 那么当然不是所有互联网都是一样的 在我看来呢 基本上有两种互联网的创业方式 第一种呢是个人的创业 举例来说呢 就是好比你在Amazon或是Ebay上面 贩卖你或是你找来的的货品 表面上你是在互联网上创业 但基本上呢 你只不过是把传统的销售搬到线上而已 所有的烦心事情 诸如广告啦打包啊 邮寄啊 售后服务 以及货源管理 财务管理 人事管理等等 一切都还是要自己来 那当然也有靠个人魅力 或是影响力创业的 我不晓得大家最近有没有听说 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 就是新加坡有一个卖鱼哥 他在菜市场卖鱼 但是因为个人的魅力 在网上开直播 而大发力士 创造了六万人的客户 请问菜市场小贩 可以容纳六万人挤进来吗 这个就是互联网的力量 可以延伸出去 而且触及到的客源是无限的 这正是传统实体店 怎么样也无法比得上的 再来如果你有个人的魅力 也可以成为网红 例如大陆很红的网红 李子柒 红到一个地步 也要背后有个团队和企业 在帮忙管理 但是到最后呢 还是要处理 这个传统企业需要处理的 凡人所事等等 所以个人要在网上创业 除了要有个人的能力 魅力 财务 以及货物的管理 还需要一个很大的一个企业团体 在后面打造 后面付出很大的代价 而且成功的例子是少数又少数 那么我觉得呢 我个人觉得最明智的选择 最棒的互联网创业 就是个人赋予在一个平台跟社群里 那么这是什么样的意义呢 就是我们了解到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背景 能力和喜好 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独特 也有自己的人际关系 每一个人都想做好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但是问题是 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都有限 而且很多成功的因素也不一定具备 那么如果我们有个平台呢 就像戏台子或是戏班子 想让唱戏的人都可以专心把戏唱好 而平台可以替我们做相关的事情 比如说财务人士 总务等管理流程 把物流 财流 人流 都很有系统的处理 那么我认为这是一个好平台 可以来发挥一己之能 但是我们也不能只唱独角戏啊 是不是 除非你有18班武艺 再加上101种文艺 否则也不一定会有观众或是客户 也不会有事业伙伴来帮你 除非你有能力像成功的企业家 一样的去高薪的聘请人才 所以一个更加的平台 也能够帮助我们建立 更多的事业伙伴和客户 客户人流 所以我认为最理想的创业模式 就是个人加上平台 加上社群 我们只要把个人的努力和关系 分享在对的平台上去经营 就会让我们事半功倍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 我从从来没有自己创过业 但是我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几年 有一点小小的成就呢 那就是因为我选对了一个平台 跟一个对的社群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聊 现在主流的经济行为 可以让我们顺势潮流 顺势城市而起 我们都知道时代在变 科技在变 世界不断的在快速的创新和变化 当今我觉得最具代表性的 创业商业模式 最能够生产价值的 就是交互式网购 那我们先来聊聊 过去的生产型的经济 是以生产者为主导 消费者只能购买 他们所生产出来的产品 如果你们跟我年纪差不多的话 差不多的话 你们应该记得福特 最初福特汽车指出两种颜色 就是黑跟白 所以消费者基本上只能 消费只能购买 生产者所制造出来的产品 那么现代的消费型经济呢 对的就是以消费者为导向 消费者想要什么 生产者才去制造什么 我相信今天如果粉红色的 跑车很流行的话 汽车生产商就会去制造 粉红色的跑车 所以呢 消费者的影响力和推荐力很大 决定了工商界的利益 慢慢的呢 消费者也想借由影响和推荐 来分享制造出来的利润 但生产者呢 而且生产者也很乐意分享利益 来促进销售 也就造成了 创造了共享的经济型经济 那么传统行业呢 都是由总代理区 代理或是这个大中小盘商 实体店面 还有请一些广告明星代言等等 其实你觉得外面的一些所谓的名牌 好比这个S什么2的 你们觉得它是真的这么贵吗 其实呢 我们都是在付广告费 还有明星代言费 但是现在很多新的商业模式 已经省略中间的这一块 这一块呢 大概占据了60%的营运成本 那我所经营 所投资的这家企业呢 愿意将这一块的大饼 反馈给它愿意分享的消费者 因为消费者就是它的广告 大家都知道 口耳相传的生意是最好的生意 这就是消费中赚钱 赚钱中投资 投资中创业 有机会为自己创造财富 现在是一个信息分享的时代 阿里巴巴的马云曾经说过 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在划手机 但是它有没有为我们带来 任何的经济效益呢 我们大家每天都在用LINE WeChat WhatsApp 或是脸书等等 和朋友分享好东西 好的信息 不是吗 那我们都知道 尤其在这个疫情期间 大家有多一点时间宅在家里 大家都在上网 购物或是分享信息 我还刚记得我们美国 刚刚在封城的时候呢 路上没有车子 唯一在路上跑来跑去的 最多的就是Amazon 带着微笑的车子 我想线上很多朋友 知道我在说什么吧 我有个朋友 几乎每天都收到 那个Prime的盒子 一个一个的接着来 所以我们不管 我们接不接受 要不要网上消费 已经是一个趋势 尤其在疫情期间 非常明显的 网上消费 已经增长了52% 现在在网上 一切都是透明化 大家都可以为自己 找到一个适合自己 的最独特 最想要的好产品 但是如果网上消费的同时 在分享中 我们就从消费者 变成现在最夯的消费商 也就是说我们有机会参与 企业的利润分享 为自己创造一份财富 这就是一个最新的创业 商业模式叫做交互式网购 当初也是因为我相信了 简单相信我两位姐姐 在几年后的今天 我和家人不只得到了健康 跟年轻 更为我将自己生意呢 拓展到了全球三十几个国家 更有的迷人的持续 持续越收入 这个就是我所谓 讲的安全感 那么如果我们大家都了解 消费商呢 绝对是一个未来的走向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下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要选择 是什么样的平台来合作 在我个人看来 有三大要素 缺一不可 这个三大要素呢 就好像中国人讲的一样 一个顶 你们大家线上都有看到 有三个角 缺一不可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产品 这个产品一定要不退流行 而且是大众需求的 这样子我们的市场才有够大 再来是呢 一定要是获得国际认证 保证的品质 这样子我们推荐起来 是更加的放心 还有必须要有一个顶尖的 科研制造价值 世界上的生物科技的产品 这么多 如果今天这个产品 是属于全世界最顶尖的 而且为人类创造价值 那么我觉得 我这样分享起来 我觉得感觉非常的骄傲 那么第二呢 就是你合作的公司 合作的公司 有没有一个全球的 前瞻性的布局跟实力 然后再来呢 有没有一个 缜密的电商系统 既然这个公司是全球性的 那在全世界有这么多国家 它一定要有一个非常缜密的 即时的后台支持系统 让它能够在一时间接收 以及处理来自全世界的订单 并且为经销商提供一个 一条龙的金流物流的服务 那么经历过2020年 虽然赚钱很重要 但是如果赚钱的方向 还有合作的对象 没有以人为本的文化的话 我想赚再多的钱 也没有太多的意义 第三 有好的产品 以及好的公司 非常的棒 但是最重要的 我们作为消费商 一定要有消费商 最大的权益以及资源 那我们在挑选 互联网公司的时候呢 既然我们要跟他合作 那我们要看看 他是否提供一个 人性化的奖金制度 就好像我跟我老公 在这个白手起家 开创我们的牙医诊所的时候 我们都非常努力 我相信线上的朋友 创业家或是上班族 我们也都非常的努力 但是如果这家公司 有一个公平化的人性化的奖金制度 我知道我们都不怕努力 但是我们要得到 属于我们自己的回报 那再来 有一个专属的后台系统 每一个经销商 都会有个专属的后台系统 也就是说 像我现在在全球 几十个国家都有合作伙伴 但是我不需要每个国家 都有办公室 也不需要租房有水电 或是请秘书 请会计师等等 公司立刻有能够提供 消费商一个24小时 及时的后台系统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消费商 能在我们这个平台 短短的时间得到成功 因为最重要的 它有一个共学创业的社群 有人教有人带 大家一起做 所以有好的产品 好的公司 不足以成功 一定要这三个条件 同时成立 才能在最短的时间成功 那么如果有个公司 它都具备了这三个条件的话 你要赶快抓住这个机会 跟它合作 那么其实呢 消费商这个概念 听起来好像新名词 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每天出去分享 已经早在我们生活当中了 分享经济 已经在我们生活当中 有非常多的例子 滴滴说 每推荐一个新顾客 就可以分享 20美元的推荐奖金 Uber说 每推荐一个新的乘客 就可以分享 30美元的奖励奖金 星巴克说 每推荐三位新顾客 就可以享有一杯免费的咖啡 以上种种都是 让消费者可以共同分享 利益的经济行为 而在互联网时代 消费者分享的效率 更加的扩大 就好比我们吃了一个好餐厅 或是看了一个好电影 用了一个好产品 可以很快的分享我们的体验 而影响了消费的行为 如果这种高效的体验 分享能够化成为利益 来共享的话 那么产生的经济回报 就非常的大了 那么为什么分享经济呢 因为它是低成本 高回报的事业 那么我们现在呢 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我们都知道今年年初呢 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在家隔离 很多野生动物呢 都跑到城里来 那我们在线上看到的这个呢 是在加拿大 有一天呢 在一家杂货店里 一只鹿跑了进来 那么这个杂货店的好心的老板娘呢 就给了她一些花生米吃 哇 她吃饱以后呢 就很开心的离开了 然后三十分钟之后 大家猜猜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只鹿回去以后 就跟她的亲朋好友 分享好事 结果她带了一大群的鹿朋友 一起回到这家店里 来享受这么好吃的花生米 你们看看连鹿都懂得分享 因为这只鹿 也因为分享呢 让整体的鹿群受益 它也因此了得到鹿群的尊重 尊敬 那么这不就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吗 这就是所谓的分享经济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谈谈 分享什么 值不值得分享 那么分享的回报是什么呢 我相信呢 从刚刚到现在 大家都可以认同互联网绝对是未来的趋势 而交互式网购绝对是一个最新的创业平台 那当然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具备三大要件的条件的一个平台 那么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应该蠢蠢欲动了 是不是 现在很多朋友可能都跟我以前想的一样 那么我选我所参与的 选择参与的一个新的交互式网购 到底在分享什么呢 值不值得分享呢 分享的回报又是什么呢 其实你们想的就跟我当初想的是一样的 我从来没有做过生意 更不懂得什么是这个交互式网购电商平台 到底能不能做 我到底要分享什么 那怎么做呢 那么现在让我分享呢 我所合作的对象 美尚解释 他有拥有我刚刚所提的三大要素 他有诺贝尔等级的细胞优化 干细胞技术的产品 我们全家人包括我自己八九十岁的年迈的父母亲 都是产品的受益者 我们全家人都有遗传性的三高 也都全部得到改善 那么经由我的分享呢 我身边无数人也因而受益 我之所以能在过去短短的三年多的时间 能够把我的市场 从一个牙医太太 从前很少跟外面接触的 到今天能够在全世界三十几个国家 都有我的事业伙伴 其实我就是简单相信 任何一个对的事情 好事分享而已 其实让我们来想想 现今大家最注重的是什么 应该是健康 财富 有一个流水性的收入 一个自我价值 是不是过得有意义和快乐的生活 那么这是人人所追求的 所以我们分享的内容 如果和这三个有关 顺着大众的需求 就有市场 就可以共同分享 或是共享 简单的说 平常我们认同的价值观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分享呢 再来值不值得分享 我相信线上很多的朋友 都很重视我们身边所爱的人 所以我们一定要确定 我们所分享的平台 是我们认可的 尤其是经得起考验的 这样我们分享 才能增加我们的价值 尤其在这个后疫情时代 有多少人的工作 以及生活受到影响 或是担心自己 收到新冠状疫情 或是其他慢性病的困扰 我相信如果你手上 一个好东西 你会不会奋不顾身的 赶快把好东西 分享给你的好朋友 当你有机会把健康财富 分享给别人的时候 其实你不知不觉中 也得到了健康财富 那你觉得值不值得分享呢 我现在分享的 不就是健康财富 价值成就感 不就是大家现在在找的吗 其实在疫情前后 不管是前跟后 这些都是大家想要找的东西 想想如果当初我的姐姐 没有告诉我这个平台 我可能现在困在 牙医诊所里面 没有机会实现 我年轻时候的梦想 做一个国际都会女士 那我以我个人的例子呢 我现在在结识平台上的声音呢 最初呢 看上了就是 当然她的好的产品 有诺贝尔等级的规格 那一个对的平台 那现在呢 已经在很多先进国家 得到主流的认可 拥有全球的通路 包括对产品规格 跟公司经营都很严谨的 日本 德国 以及加拿大等等 那当然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我加入一个对的社群 对的团队 能在这个平台上呢 我看到了很多杰出的人 都在参与其中 好比律师 医生 公司老板 工程师 大学教授 专业理财 投资理财 金融业 佼佼者 像我一样的家庭主妇 或是想要自己创业的年轻人 都在参与 那么和对的人在一起 想要做对的事 那么就容易多了 所以我在分享的事业呢 我的生意的时候 我就非常的有底气 越分享越觉得很有意思 很有价值感 再来 如果你分享的回报 只是几杯咖啡 或是几块钱的礼券 我觉得那就不是叫生意金了 但是如果分享的回报 大家听好了 如果分享的回报 是累积性的 那么那就很可观了 因为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分享 从你一个人开始到最后 可能几千几万个人的分享 都跟你有关 那你觉得这个分享的回报大不大 那么如果你再把这个分享 当成企业来主动经营 就好像我目前专心投入 花时间去分享 产生的回报 可以比经营一个企业的回报还要大 而且是架构在互联网上的 无时无刻 24小时 哪怕是疫情 都无法阻挡我们的生意 而且从事一个意义 非常有意义的事业 让我重新看到我的能力 我的潜力 实现我在大学时候的梦想 我在分享回报中 所赚的不是只有钱而已 而是自我价值的认可 同时更可以去帮助别人实现他的梦想 我觉得这个回报太大了 其实我当初的投资 就是做一颗假牙的费用而已 而没有想到我的人生 却彻底完全的改变了 这就是我为什么这么热衷的分享 我选择的平台 因为它满足了我和大家 对健康财富和价值的追求 不管你是否工作或是创业 你都有机会使用好产品增加健康同时 增加你的健康的同时呢 多一个管道士的收入 还有回报 以及自我价值的成长 那么前一阵子呢 网上呢 有一个问题问大家 有没有一种投资呢 是稳赚不赔的 或者大家热烈的回想 到底世界上有没有一种投资呢 是稳赚不赔的 那么我们线上看到的这三个产业呢 我相信很多人是赚到钱的 但是我们考量一下 他们所付出的人力财力 和牺牲陪家人的时间 有时候甚至赔上健康所换来的 而且有时候呢 也是有可能因为自己 没有办法控制的第三方的错误 或是影响 而导致企业损失浩大 甚至倒闭 这也是我们常常有听到了 那么我们借由那个 这个交互式网购的 这个新创业商业模式 我只是投资我和家人的健康 除了是一个轻资产的投资 可以让我们享受到好产品 还有可以赚全世界的钱 所以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零投资 零风险的创业 因为我本身一直在消费这些产品了 而且今天 我也已经免费在使用这些 高生物科技的产品了 那对大家来讲 有哪种投资是稳赚不赔的呢 有没有呢 有 就是投资你自己的健康 那么今天在线上的朋友们 我不晓得你们对创业 或是创造另外一种管道式的收入 有没有兴趣 但是我相信 大家都对自己的健康 有兴趣 很关心 对吧 大量的生物科技的投资和医学的发展 已经使得我们的健康长寿更有保障 如果我们能利用少量的资金 和经验的分享 就能参与其中 我觉得就是应该我们接下来要投资的 第一个选项 当初因为我简单相信我姐姐 我只是投资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而短短的三年中呢 我创造了全球三十几个国家的生意 那么我为什么这么开心的在经营这个事业呢 其实呢 因为呢 我就是把对的产品 借由对的平台 架构在互联网上 推广给对的人 共同创造 及分享对的价值给大家 提供 轻资产创业 给身边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现在我的老公 对我除了爱 更多了一份尊重 因为我老公亲眼看见了我的改变 以及自我成长 另外我在我做律师儿子的前面 树立一个好的标杆 让他看到妈妈 随时不停地成长 让自己成为一个精彩的人 而不是一个跟不上时代的妈妈 让儿子引我为傲 我老公虽然是一个牙医 也是一个生意人 他自己创业了这么多年 也就在这个时候看到了 This is a new way 也就是一个全新的创业方式 所以现在我在我老公的前面的绰号 我是他的sugar妈妈 因为如果有一天他退休了 不看病人了 他不会有收入 但是我却持续性的 有一个流水性的收入 所以没有想到 他当初一个小小的支持 竟然开创了我们两个人 退休收入的来源 我没有想到当初简单的选择的轻创业 在短短的时间内 竟然带给我的重重的回报 那么2020年呢 是一个关键的时刻 因为这个时候 这是我们的机会 为我们的将来打造一个真正的实力的时刻 我们可以想一下 想请问现在新疫情的发生之后 在后疫情之后 整个社会的经济大变动 有多少人的事业以及工作受到影响 有多少人没有办法工作 有多少人需要像我们这样子的人 来和他们分享这样的一个机会呢 那么我今天很开心 能借用这几十分钟的时间 来和大家分享我的体验 我希望我今天的分享 带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思维 那么如果您对于我今天所说的 追求人们都想要了解的健康 或是财富 或是正面的价值观 那么请您尽快和你邀请来的朋友们询问 让他们教你如何在短短的几分钟 用一只手机开始打造属于你的新富裕 我很感激很感恩几年前的一个小小的决定 没想到让我丢掉了十几年的 一直在寻找的安全感 我在这边找到了 同时也实现了我成为一个国际都会女士的梦想 那么我也祝福您在这里能找到你的新富裕 那么我们每一个礼拜二都会一样 这样子的一个空中新富裕的分享会 我希望下次的这样子的空中教室 我能接到您和您邀请来的朋友 那么今天谢谢大家 祝亚洲的朋友们有一个好眠 每周的朋友们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二 祝大家平安健康喜乐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trik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